我平无名,这才能超越是法界 证得法身大肆的国贵 都不容易 我们现在众生更新,做不到 做不到 这不得已 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待业往生 这里讲,造无利重罪 毁谤正法 只要你能真正彻底回头 改过自心 念佛,还是能得生 我们今天选择这个法门 倒立在此地 想一想 其他法门我都没有能力学 这个法门还可以 学了几年,自己具足信心 确实依照这个法门能成就 肯定能往生 所以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无论在言语上 无论在态度上 丝毫疑惑都没有 所以古德讲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 以念佛往生的愿为本愿中心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 金教 不能不探讨 不能不透彻 为什么呢 如果不透彻地理解 迷信本愿念佛 有没有成就的 成就的人 不能说没有 有 哪一种人呢 友善更佛的的人 实在是 我们看到 净土圣仙路 近代往生路里面 那些念佛往生的人 有很多老太婆 老阿公 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的 什么本愿不本愿 他完全不懂啊 人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老老实实 天天念啊 最后往生 欲知实质 站着走 坐着走的 很多 他们为什么成就呢 他们成就只有一个条件 老实那幅 他老实 心里没有妄想 有个本愿都是妄想 所以他能成就 他成就品位还高了 我们比不上他 为什么比不上他 我们天天打妄想 感慨精进 从头念到尾 一直打妄想 这怎么能成功呢 所以 射经要会说 听经要会听 会说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要立相 会听 马明菩萨讲 立严所相 立明自相 立心原相 会听 果然能够立一切相 像这些念佛往生的 死心踏地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他这个脑子里都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这种人决定往生 决定是高平位的往生 他没有往下 没有咋念 我们不如他 比不上 那么如果有妄想 有咋念 没有别的办法 深入精脏 深结意识 真的搞明白 搞清楚了 一切放下 所以我们放不下的原因 是没有看破 要想看破 一定要靠精脏 世尊为我们说法 四十九年 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看破而已 只要看破 放下不难 因念之间就放下了 念头就转过来了 这一念转过来 就转翻成圣 我们今天困难 就是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了解的不够透支 所以总是转不过来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希望把讲经的时间再增加两个小时 道理都在此地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一面就讲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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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